大家好,我是Steve,基電工程署 今天分享基電工程署在Beam的應用方面 整個數碼化之旅 這個之旅會有8年的時間 大家可以了解到我們在做系統設計方面 剛才前一個講者Wallace提到 建築署交付給我們的Beam模特兒 我們如何處理 今天也會提到我們現有的樓宇如何數碼化 我們稍後會講講我們的進程 有些人可能不理解基電工程署 最近的事件可能只要記住基電工程署 只是搞鐵閘那些幫助 其實我們同事就忙於 規管部的同事就忙於幫忙去做一些調查 另外其實有幾千個同事 是今天是幫百多個政府的物業 在做基電的維修保養 裡面包括一些學校、消防局、醫院 或者一些市場 裡面涉及的系統有過百萬個 其實基電處在18年開始 已經有這個計劃 就是做一個基電數碼化 今年已經去到第四年 差不多五年開始 我們繼續會走這條路 為什麼呢? 我們發覺數碼化是幫助我們在工作上 會增加我們的效能 以及最終可以幫助我們 更容易結合科技的應用 提升我們的服務 服務到市民 數碼化之旅就開始了 其實BIM這方面 我們基電處最主要 為那百多個政府部門 其實說我們有八千個地方 我們都要做維修保養 我們接下來 BIM 剛才說過發展局 已經說過三千萬樓上的 新的工庫工程 已經是要用BIM 我們收了之後 我們怎樣應用在我們的日常工作上 又或者我們現有的樓宇 我們怎樣數碼化去 又可以看到好處呢? 所以我們從2014年開始 我們由一個很小的先導計劃 由我們基電工程處總部 七樓一個Ledger Theatre 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分享 讓大家看到 如果大家在你們的企業 都在想怎樣去做這個BIM AM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你們怎樣去行 我們是由一個很小的地方 開始去希望引證明到 這個BIM AM 是怎樣幫到我們 我們就BIM結合了 asset management 將這件事 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找一些公司幫我們 從 asset management 怎樣去結合 BIM 跟著我們一起攜手去做一個系統 所以將這個意念和想法 我們想到我們同時怎樣去形容 譬如在維修保養方面 今天他們有很多可以用圖子 如果我們數碼化之後 BIM model 3D model 我們都看到維修保養的系統 在圖裡面的哪個位置 我們拿到他們的以往的 maintenance history 又或者他們的位置 甚至乎我們去到 遲一步 今天我們物業裡面 有一些大型的 有些建築管理系統 我們可以拿到一些 即是Live data 可以幫到我們做維修保養 去做分析 故障分析是最有用的 這些所有所有 我們可不可以 在一個平板電腦上 讓同事下篩 或者去篩之前 他們就可以做一個 所謂故障分析 幫助到他們 可能拿到維修保養的 所謂故障分析 可以即時解決到那個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先看到 我們同事的需要 所以我們是 整個設計 其實可以說 以中為此 我們在14年開始 已經想到我們同事 應該是怎樣去利用這些資料 利用一些Live data 數碼化的資料 去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雖然在14年 是一個很小的開始 但是我們的概念 已經在16年左右 就拿了一個項目 之後我們知道 需要 MEP 即是ENM2Q1 我們需要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就定了 我們紀念署第一份的標準 在16年的時候 之後當然 除了一個小小的地方之外 我們開始 知道這個概念是好的時候 繼續整個 紀念署Head Quality 做這個調查 另外還有更多的 我們可以用一個標準 去引證這個概念 我們有靈探天地 還有一些醫院 都會應用了 BIM Model 我們開始去 將BIM Model 放入BIM M System 裏面 給同事開始 給一些意見 我們如何改善 去到19年的時候 整個BIM的應用 我們看到真的幫助同事 去做一整個工作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Model Keeping 即是是否更新 如果這些東西 用下去 同事覺得不更新的話 或者用圖是這樣 但是下個範圍的時候 都不是這樣的 就發覺這件事 就是大打折扣的 就在18年尾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就已經開始鑽研 有什麼方法 可以做到 同事去相信這個系統的數據呢 剛才Wallace 前面也提過 CDE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Single Source of Truth 這四個字已經解決了問題 就是同事去相信 相信裡面的數據 相信Model 是對的 相信裡面的Asset Information 是對的 Maintance History 是對的 即時的Live Data 當然我們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18年的時候 我們有CDE 同時間我們都開始幫同事想想 除了同事拿著Tablet 去做工程 做維修保養 另外我們很多時候 要更新模特兒 究竟我們在企業上 我們應該在配套軟件 硬件方面 怎樣幫忙呢 我們會分享一下 VDI方面 Virtual Desktop Infrastructure 的設計 去到2020年 其實1920年的時候 Live Data對我們十分重要 剛才也有廣姐分享 Live Data 可以有大數據分析 沒有數據就如何分析 怎麼可以大呢 即是多 我們想多數據 在建築中取得到的話 但如果以往 每一個Sensor的數據 每一個Sensor 我拿一張SIM卡 或者怎樣 一顆都是錢 於是我們的機潤處 就是自己去研發 或者找一個比較 有Cost Effective的方法 去做我們的IoT Network 就有一個叫GWIN Government Y IoT Network 我叫政府密聯通 我們Ryvon這個密聯通 這個網絡 就可以用Laura這個科技 裝很多IoT Sensor 譬如我們應用在廁所方面 有智慧廁所 卡派 甚至乎在meeting room裡面 都拿到不同的數據 跟著轉化成的Apps 就是幫助到那些用戶 我們將這個建築 除了維修保養之外 加上這些建築 Facility Management 就希望轉成為一個Smart建築 就幫助到整個建築 應用了BIM之外 也看到Live Data 好像一個Digital Train 這是我們1920年的進程 去到之後 今天如果大家過往一兩個月 有些朋友可能都見過我 就是我們找他們幫忙 就是我們有一份Stand and Guidelines 就做過一個業界的諮詢會 我記得也有600多人幫忙 來我們的諮詢會 我們有一份Stand and Guidelines出了 為什麼要出呢 我會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是有這樣的需要 有一份Stand and Guidelines 在2016年有的 其實新的兩份更加豐富了 因為我們有CDE的出現 我們需要告訴大家 Wallace建築署那邊 他那些公司應該交些什麼給我們 我同時收到這些東西之後 應該怎樣做 之後怎樣保留 一一講清楚 就變成希望將所有的東西落地 當我們概念上的東西 將它寫下 希望同時跟著它做 好 好了 我接下來會說多一點 為什麼 有一份Guyeline 剛才提過 我們最初的Stand and Guidelines 是Version 1 去到去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更新到Version 3 Version 3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CIC和DVB 都有些新的Standard出現 我們都要Harmonize 我們一定要做 其實Find Time和Time 都應該我們一起去 大家去融合一起 另外 我們的Standard裡 之前有19個的Asset Template 一直加進去 因為同事工作的需要 所以 我們經常都說 Stand and Guidelines 是Living Documents 引證了 我們是不停地更新的 另外就是會加上 我們如何應用IoT Ibms 那些System Interface Detail 剛才說 另外兩份Guyeline 一份很簡單 一份是給 Contractor 去交付給我們的Details 因為CDE的出現 就已經說到裡面 其實稍後會提到CDE 除了是一個Storage之外 其實裡面有一個很精準的Workflow 說清楚誰批核了這些東西 以至去上載了這些東西 所有東西都traceable 可以做一些audit trail 找回誰做哪些東西 什麼時候做 很清楚 所以我倒下這樣想 誰應該做的 沒有做 我也看到 所以同時會希望這個System 讓他看到 他會努力去更新的模特兒 變成模特兒 他肯做得更好 他就會用得更好 等於我們小時候 撿書包 我們不撿書包 其實是不好的 一定要整整結結 大家用起來就會方便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也有個guide line 給自己 internal 的同事 教了他們 因為我們做維修保養 除了收貨之外 其實從時間到時間 我們也有些 A&A Project 即加改的 Project 其實我們自己也充當一個 Project Team 我們會透過這個guide line 教了同事 怎樣去 handle 譬如現有的Beam Model 然後整個樓宇 我怎樣切一塊出來 然後做完之後 怎樣放到裡面 我們自己的分工分野 是怎樣做 怎樣去做收貨 收貨的simple size 是怎樣 剛才Wallace提到 我們有RFID 其實他們拿著RFID 拿著Tablet 將來收貨的時候 程序應該怎樣 在這裡說清楚 這個guide line 其實在整個設計系統的過程 我們希望做設計師的時候 都比較貼心 我們做了一些 tools 是給contractor用的 第一個tools 就叫做Beam Model Tracker 是我們自己機連署找同事寫的 基於我們Send a Guideline 即是我們MEP的要求 譬如我們Color code 某些猴是甚麼顏色 他們可以Run這個model 檢查他們想Submit那個model 有沒有入錯顏色 attribute有沒有漏 有沒有入錯的 syntax 所有的細節 盡量在這個tracker 幫他們做一次驗伸 驗伸過了 先好找機連署去收貨 這樣就散卻了 落落會會的時間 另一個tools 我們就叫做Coby Light Exporter 這個就是contractor交的beam model 裡面其實就已經 擁有些asset information 那些exporter 方便了我們會 那些asset data 就用了xml 是一個open format 就是一個open in open beam 就是一個format 就是可以 方便我們分開處理 這些asset information 因為如果在這個model裡面 有些限制 所以extract出來方便了我們 在後面接到我們本身 基電署的asset management system的系統 所以我們都做了這樣的tools 就是offer給contractor 即建築署的contractor 可以用的 第三個就是一個系統 叫做asse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這個下面洗腦 就是contractor做完功課之後 就要交功課 交功課就是用這個平台的 我們也是免費offer這個平台 給contractor去lock in 去用 他就會在裡面 將所有information 上傳上去 O&M document 跟回我們的要求 放好位置 有些asset relationship 這個比較特別提一提 asset和asset之間 究竟是爸爸媽媽 還是弟弟 還是peer 就要在這裡 define 在發展局的指引裡面 project team 應該跟Mingtons team 好好聯絡 如果他有些懷疑 或者不清楚 就跟Mingtons team 問清楚 因為這個relationship 很幫助將來維修組 當他做finding 找一個root cause of problem 使用的 所以這個relationship 就要在這裡 讓contractor 很容易build up relationship 去到交功課 交功課 其實我們整個CDE的過程 我們都有比上ISO的standard 以及CIC DVB的standard 我們裡面寫得很清楚 在我們新的standard guideline裡面 contractor就是 跟著由他的project drive 去透過AIMP 交功課給基聯署 基聯署 我們的同事O&M team 就會像老師一樣去改功課 看看有沒有錯 我們就在CEDE的時候 他就會在裡面批核功課 假設這次 可能是Headquarters裡面六樓 有A&I Works 去看看裡面的資料 對不對 看過對的時候 就會把資料放到CDE裡面 其實CDE可以看成一個Vanue Base的CDE 是不同建築 有一個area 比如看EMS Headquarters 這次是改六樓 有些A&I Works 我們就會在 改完功課之後 把資料放到Vanue CDE裡 同時間 我們都會把我們的Master Model 和Information 整合了 同時用了一些最新鮮 最精準的最最新的Information 去做工作 整個流程大約是這樣 所以我們CDE 有特別的features 是一個on-premises的CDE 為甚麼要做這件事 我會解釋多一點 其實是一些security requirement 因為這年官員處 我們保養的政府的Vanue 有些是比較敏感 假設 比較監獄 監獄說如果我們真的洩漏了 怎麼辦 怎麼辦 Police Headquarters 我們一哥的office 讓人知道怎樣去 冷氣要怎樣關掉 怎麼辦 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一個 很安全的地方 去處理這些數據 所以是on-premise CDE的設計 我們在兩年前 就已經奉獲了給了一個contractor 就說明我們需要on-premise CDE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 就現在一直在做設計 和implementation 現在我們會分享一些 我們的工作成果 除了CDE 除了做reportage 除了外 最重要的progress 就是Midware ISO 19650 的approval workflow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 也是將來audit trail的 做到這件事 另外除了在CDE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tools 就是viewer 你要開到裡面CD 儲存的file 才會做的 所以我們有個viewer 可以開到一個file 也可以做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將A file和B file 做一個comparison 它會highlight A、B兩個file 在模特兒裡面 有些什麼是改過來的 因為contractor 放了一個file 給你看看 和舊的分別 你根本就是 可能看不到分別 但是軟件可以幫你解決 告訴你 分別在哪裡 所以 同事批核的時候 就有信心了 知道他批核的東西 去更新什麼 不會被壓到 或者不是特地騙你的 可能漏了說 就變成了 就不好了 好了 這裏說回 其實我們這次 叫contractor 做的asset digitization digitalization 不是digitalization 是digit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就是A to D 其實不是的 今天我們做的事 就是 scan出來的document 是map回到我們每個asset 假設我講到 這裡比較簡單說 我是一個AV系統 裡面有AV系統 通常有speaker microphone 中間有amplifier 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如果它擺好 我們設定的folder structure folder structure 跟我們機連署 有個asset management frontal force 我們設定了 剛才說十九個 現在到二十幾個asset template 它擺好 裡面的時候 我們將來的asset 就會指著 適當的document 有些document 是comment to pay 整個building 有一萬個喇叭 一萬個喇叭 其實我在一個地方 擺了喇叭的spec 它自動就會 指握 asset 指握這個folder 看到裡面的specification 細節的microphone 也是 我們只不過在這裡 就會擺放不同的位置 microphone 只能看到microphone 公封的東西 speaker的equipment 看看speaker的東西 系統的東西 就看看其他東西 那就不會亂擺 就散結了 今天一個folder 裝了所有東西 然後大家會找到金 不知道如何找到資料 好 最後 系統 由CDE 就會讓CDE AM系統 就會看到 這裡 詳細了 整個系統裡面 如何跟科技結合 我們提過有RFID 另外有BMS IoT 另外同時 可以用Web 或者Apps 去做事 Cave 公務處同事 用Cave 幫助我們做訓練 另外 我們也有用Smart Glass 希望 同時可以放置兩隻手 去做維修保養 透過Smart Glass 去看到B Model override 在現有的環境裡 亦都可以有後台支援 透過5G 透過5G 可以有Information 訂給OnSite 同時 在保養方面更加Smart 整個過程 這五個環 我們正在用新的BMA Standand Guidelines 掩蓋 在一個很特別的環境裡 就是過往幾年有疫情 疫情有一個抗疫基金 為了抗疫基金 為了輸解文困 我們就用這個環境 用這個環境基金 找了一些 職業員工 幫忙做一些 資料 因為以往我們做的 就是逐個做的 今次就是 我們可以找多成千人 來幫忙 將基電署現有的樓宇 透過剛才1、2、3的樓宇 那三個流程 去practice 如何由一個現有的樓宇 digitize and then 將一些資料 給我們 放入CDE 最後放入BMA system 在過去的時間裡 我們成功把29個樓宇 做了3D BMA 另外有60個樓宇 我們有一個叫做 BMM light 的arrangement 什麼叫BMM light 這個就是 typical 的full beam 的樓宇 我們就做了 我們做了29個 另外BM light 什麼呢 就是在一些 cattle上 我們放3D objects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剛才說的 有些地方 根本 我不可以讓你 進去做3D scanning 但是它有一些很準的cattle 我們就和我們整晚相談 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最後我們做到 就是在我們cattle上 marked了3D objects 同樣可以有異曲同工之廟 給同事都可以 在cattle上看到 我們現在維修保養的 補養位置 裡面的information 甚至乎它的關係 好了 接著很快地分享 剛才說過 就是我們都要準備 hardware software 給同事用 最普遍的方法 就是同事 如果拿著 Native beam 就是你買一部很厲害的電腦 裝一個 software 就行了 但是發覺 這是一個方法 除非你經常都用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 譬如將 model convert to lightweight 用一些bmure的軟件 你就可以剛才用 譬如剛才這樣 可以 mark comments 做 comparison 再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VDI 這個就是 當同事 內不內 會有些軟件 去做些 editing 或者做些 深入少少的東西 就不是很深入 變成我們可以 減散了一些 他們買很多 很high-end 的電腦 的需要 我們就將這個 pawson power 就是 是一個 share network computing resources 安排 我們在desktop 和application virtualization 的層面 就幫到他們 就變成他們本身 現有 今天他們在 抬頭用的電腦 就已經可以做到一些 比較high-end 少少的 beam editing 的工作 這個就是我們 安排給同事的 一些arrangement 最後 整件事 我們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要sharing 就要share 給我們整個 supply chain 因為我們不只是 幾年處 同事做事 業界都要做 所以我們就透過 CIC Hong IC 幫忙教我們 BPM training 教他們 如何 解釋到 我們的send and gala 要求 去交付 東西給我們 接下來 當我們更新 我們的send and gala 時 訓練 內容都會更新 另外 我們都會把 object share 給CIC 透過一些 講座 例如今天 可以把我們的見解 我們為何這樣做 讓大家有個理解 訓練方面 剛才說的 asset digitization 其實我們訓練了1300個 自己的同事 和contractor staff 特別留意 contractor staff 其實我們是希望 剛才說的 疫情基金的時候 我們是幫助到一些 unemployment staff 由不懂 透過這個練習 變成Sick BPM 其實我們是幫助業界 創造了一些 有才能的 work force 存在在香港的社會 希望幫助到 再前一步 希望他人可以幫助你們的機構 另外我們Internal 有千多個同事 都學習BPM AM 接下來 我們也是支持CIC 我們是全民街 我們接下來 就由小 又上到下 我們都會在幾年內 BPM的viewer 毫無疑問一定會上 另外有些BPM的 User course Admin course 因應同期的需要 就是他們會上 我們已經 management 已經support 我們有個很好的training plan 接下來 我們就是 除了剛才那89個建築 其實有些新的建築 建築署 24年前 有14個建築 會交付給他們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 同事已經training up 準備好 去迎接這些BPM model 接下來 我下面最後一句 就是有 competition 我們希望我們每個同事 因為今天 已經有XSINCE building 上了BPM 我希望用一些使用案 告訴他們 BPM怎麼幫助他們 做一個分享 希望我們整個基電署 大家有一個氣氛 就是知道怎樣用BPM AM 去幫助我們做維修保養 我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謝謝你